我们今天节目的委托人 徐先生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今天女嘉宾的父亲 看到我们节目之后 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来了电话 委托我们为他自己的宝贝女儿 找到心仪的男孩 你好 徐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那看到我们节目之后 就想把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 委托给我们去办 是不是觉得我们节目非常靠谱 我感觉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靠谱 为很多的青年男女 都找到了心仪的对方 然后正是因为这个节目比较靠谱 我决定上咱们这个节目 为我姑娘也寻找一个 她心仪的小伙 是这样想的 就是把你心里的一个愿望 尽早地实现是不是 是的 那听说您是一名高中教师 当年也亲自教过自己的女儿 女儿也特别地优秀 高考的时候 以高分考入了985院校 那能不能说说自己的女儿 我的女儿是这样的 然后从小都比较独立 比较善良 还非常孝顺 由于工作的原因 始终个人这些事情就没有解决 然后我看到咱们 爱戴基尼这个节目 为很多的青年男女 都找到了心仪的对方 因此我就决定 然后到这儿和我女儿 寻找一个比较帅的帅小伙 希望她将来能幸福 女儿的婚姻大事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事的 能把这么重要的事委托给我们节目组 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匹配 而且我们今天的女嘉宾真的特别优秀 她不仅学习成绩好 学历高 而且业务能力很强 最关键是内敛低调 那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认识一下今天的女嘉宾徐倩 我叫徐倩 今年30岁 本期女嘉宾徐倩 30岁 职业 软件测试工程师 月薪一万家 婚姻状况 未婚 职业于贤心大学 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七八年 然后也曾经工作在京东 然后现在回来是在那个一七红旗工作 我现在是一名软件测试工程师 我平时的爱好呢 可能就是比较赖 因为工作也比较繁忙 所以可能在平时 周六周日的时候 都喜欢在家里 看看电影 看看书 也比较爱与 有个另一半的要求 就是说 希望她能去 她能有担当一点 然后可以 可以在我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然后去对我进行一些排解 然后我们俩一起 可以出去走一走 转一转 然后互相一起 作为彼此的基础 大家跟爸爸聊 爸爸眼中 那你是相当优秀了 是不是跟爸爸当时 严厉的教育有关系 是啊 其实现在看到我爸 有的时候 他也心里有点秃秃 就觉得他的身份很特殊 既是父亲 还是自己当年的老师 有那种感觉吗 对 是 真的是优秀又低调 含蓄又内敛 其实也没有 因为其实在我上学工作的时候 其实周围都是有很多 很优秀的人 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上 最大的神光点是什么 跟我接触很多人 都说我比较乐观吧 然后可能就是 熟悉的人的情况下 就会觉得我还是挺会看到人 然后也挺乐观 你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吗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吧 然后经常就是能把大家度笑 人家还说我蛮幽默的 是不是好朋友跟你接触了之后 我多愿意跟你继续接触 这个倒是的 我能感受到 所以说今天我相信 你有这样好的性格 又有这么优秀的成就 所以我想今天的男嘉宾 跟你没准能一见钟情 我也期待着这样 谢谢英子姐的经验了 好了 那男嘉宾已经在楼上了 咱们现在就上去跟他签个面 今天有没有一点小紧张 的确是 跟高考的时候比呢 这高考还要在进去 放松啊 最自然 最饱满的状态 爸爸现在心情怎么样 还好 还好啊 走 咱们上楼 好的 这边 软件测试工程师徐倩 吉林大学毕业后 考进京东北京总部 做软件测试工作 在北京工作了八年后 怀揣着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景 回到家乡吉林 考进一气红旗 他也期望 爱在吉林 能在家乡吉林 寻觅到 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 他第一次相亲 是爸爸给报名来相亲 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姑娘 面对女嘉宾的紧张 我们也有一丝担忧 楼上的男嘉宾 会是徐倩心目中 心仪的男孩吗 那还是先安排 今天的主角们 见面再说吧 此刻 女嘉宾和爸爸 在我们的镜头外 观察着今天的男嘉宾 对于男嘉宾的抽印象 到底怎么样呢 大家好 我叫廖春阳 我是91年生人 本期男嘉宾 廖春阳 31岁 职业 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月薪 6000元 婚姻状况 未婚 老家是在吉林寺平 我现在是在吉林寺水生活 我身高是一米八三 体重是87公斤 现在工作是在吉林省医疗急指挥中心 平时工作的话 是比较紧张的 像我平时生我的话 就包括打台球 出去看电影 在家 平时有的时候 看个书 我有过一段 感谢经历 因为异地的原因 就 自己主动 提出分析 我想找的另一半呢 乐人柔 善良 然后呢 善解人意 年龄跟我相当 我这个性格 还是比较内向 所以说 我希望找的动作 真的差不多的 你的工作单位 是省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这是一个和生云赛跑的 高强度的 也非常紧张的工作性质 那你生活当中的状态 和你工作时候状态 有差别吗 我生活中和工作中 正好平反 是吗 生活就比较松直 一般自己的话 就是在家 宅 宅 感觉这个 家庭还比较高 出印象还行 感觉东西还不错 那你现在基本上 每个月的收入 就是花到哪个方向上 比较多 比例大一些 我基本上是 不敢花钱 拿一些东西花花贷 完了 反正自己生活费 也就一千多 那家里父母是 需要你去 给他们一些帮扶 还是他能给你一些支撑 最起码就这个房子吧 这全是父母 花钱 他会守护 而且 而且那个 守护也不少 上来的还得再 了解到 对 你待会 你一会儿跟你干 他就是 想要为你 好上了解 了解 是不是 你对未来女朋友 有没有一个心中 勾勒的这个画像 我没有啥太大画像 我有一个阴性指标 就是得有个工作 那他的收入 你有什么期待吗 那都没啥要求 我感觉就这种事 还得是看原论 看演员 你是更喜欢同频的 还是喜欢互补的 我想啊 我自己想 我想找一个同频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是没有啥障碍 本期女嘉宾择偶要求 有担当 有责任心 会安慰人 能作为彼此的支撑 本期男嘉宾择偶要求 希望对方 温柔善良 善解人意 有稳定的工作 年龄相当 爱情匹配指数 百分之八十 你好 徐倩 我们女嘉宾已经过来了 这是我们今天女嘉宾 徐倩 这是春阳 握握手吧 两位请坐 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 出向时 我希望你们能够 完全地放松下来 就是为了让你们 有一个放松的状态和情绪 所以说特别把 今天的这个约会地点 安排在了 百年品牌 五一瑞芳茶庄 也希望你们 今天能够 好好的敞开自己 好不好 男生应该主动一些 有什么想说的 有什么想问的 想了解的 他怎么 其实 不知道从哪儿出过 掐重点 我发现你跟我刚才 落客不这么落的 你怎么就跟倩倩聊天 发现这么大的改变 那不得是得分人吗 分人明白了 倩倩 就是之前看介绍 你说比较喜欢 高贵的男生 是不是 是 你觉得我们春阳的身高 是你理想的身高吗 是啊 一看到就觉得 好高啊 有利息吗 有吧 有吧 那咱也不能摆个万呢 咱是相亲累了 是不是 那有 就是你觉得自己能不能给女孩子一个安全感 分哪方面吧 哪方面啊 我感觉应该 就是 看着倩倩这样的 哪方面都应该 这个补充好自己 随时准备着 抢又软了 随时奉献自己的力量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还真有脸 因为我感觉 这个女嘉宾 倩倩 她这个工作经历挺丰富的 之前还是在北京 反正是现在又回到长途 我想她这个 我想你这个生活呀 这个工作呀 一定是 怎么说呢 就是见过世面的人 没有 没有 其实就是我 我就是有点疑惑啊 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那个 因为咱俩年纪都不小了嘛 嗯 其他你说 就是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 应该是爆玩了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所以我是这么优秀 是不是等我呢 我还以为说 这么优秀 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整了半天 这么优秀 憋着你一句话 是不是等我呢 就是 其实我们以前啊 工作也比较忙 所以说有的时候 到了周末什么时候 就比较喜欢 我也喜欢在家宅着 然后 而且平时这个工作周边 也都是跟同事嘛 因为我的那个圈子 也并不是很大 所以也没有什么 机会认识太多的人 然后我家人 我可能就是 也比较看一些演员什么的吧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就一直还单身着 倩倩呢 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女孩 而且她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就是你跟她接触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轻松 而且呢 心情也会很愉悦 哎呦 我觉得可以了 我现在可以闪了 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在这真的是多余 我就是200度大灯泡 倩倩 我把这个时间和空间 留给你们两个人 可以吗 可以可以的 第一印象就觉得 男嘉宾个头挺高的 然后可能比较 性格上的话 是一个比较内向 比较内敛的人吧 我感觉这个女生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善良 大方 然后也很随和 男女嘉宾在初见面了解过程中 不善言谈的男嘉宾 对温柔大方的女嘉宾 语出惊人 你是不是在等我 而女嘉宾理想中的 心仪男孩 就是高高的个子 有责任有担当 可以保护她的 男嘉宾 恰恰正是符合了她的要求 初见面轻松愉快的氛围 让彼此双方的好感指数 上升至85% 这其实挺尴尬的 的确是 这么就走了 对啊 可以给我们再铺垫铺垫啥 我又回来吧 我回来 我不是跟你俩继续聊天 我要把凳子撤走 你俩把凳子紧密一点 来 凳子紧密一点 我中间聚走 再调整一点点 就让你牵手 再用它一点点 这整得还不知道 落些啥了 有点紧张 你们工作忙的 挺忙的 就是 因为我是做那种 我听说 好像是在软件这方面工作 都挺忙的 是的 你们呢 你们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那么忙 就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是朝九晚五是一种 是可以正常 上班双九就可以了 一直特别羡慕这样的 像我24小时 就是不够开天线 我天天给单位住我都 这可不一定 就是真的 反正你可能 你就不想再单位住了 又羡慕着九晚五的生活 这可能就是 就是一个围城 围城里面的人 想 我也想到这句话 是吧 是吧 我现在就有围城 对呀 那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呀 我没啥爱好 可能看看 说说这个短视频 那个玩玩游戏 或者是这个 看看电视 看看这个电影 就是这些 那我什么那种 改家一待 待一天 待一天 待两天 因为住的就是两天嘛 我有时候赶上休息的时候 继续待 赶上休息 大多数这时候 我就回四名了 就回家那边 如果不回的话 有时候也能待三天 也是好 考虑成大大部分 我也是这样 我确实就是就觉得这个就很累呀 然后周周周日 就喜欢也是在家 一带 也就自己一个人也没啥地方想想去嘛 就喜欢在家 你是跟你父母一起住吗 没有 我家 我爸我妈是在公里的嘛 我就平时 假如公里的 对 如果要是 现在也是贵长春的 是 以前不就是贵四平的嘛 然后就是 两个算是半个老乡的 对 以前是纯老乡 然后 就是我要是不回家的话 我就在长春的话 就在 在那个住的地方 就待着 要么就回家 也不怎么愿意出门去 就是两个宅的人 我在哪里 一人一人五 一人一人五 就都宅着 是吗 我是第九年买的房子 然后是中泰城 里面单位 地铁也是两站 是七个路公园是吗 那是西湖 然后 三是 一百一十二平 起码说 一起生活 应该是没啥问题 车也是带过车 我的话呢 那就是主要看 看那个人啥样 然后他如果人 就像人说的 什么潜力舞啊 什么什么的 这个倒还好 怎么了 笑什么 那个男嘉宾也比较真诚 然后也说了一下他具体的那个车房的情况 这个女生给我的感觉 第一个是确实是特别说话吧 特别照顾别人情绪 再一个就是挺文静的 那你现在收入是多少呀 我是平均下来说是六千吧 然后我的话可能就一万出头了这样子 也是我的一辈 咱俩确实是有这么一点 我这个是你的一半 大概是 反正我这个倒还好吧 就是主要看对方的工作 就是比较稳定一点 第一时间还是感觉 就是就看 就单看这个工作 这个收入的方面 我当时还是挺有压力的 可是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感觉是 也挣得没人多嘛 然后可能是不是 人家会有啥想法呢 结果人家也没啥想法 像我平时的话 我是属于不打花钱 我就是一个月一千块钱 对 那能够花吗 没花 如果我可能就是 多一点 不太注意这一方面吧 不过以后可能也是要注意一点 那你平时还真的挺节省的 我们也不会打花钱 平常花钱 天天就给人家一打 然后吃饭上 吃饭也有食堂 一个月可能就是一千块钱 差不多就是可以用于那个 像是平时生活支出啊 水电费 我觉得就是也 我像我的话 可能 可能就是这点有点差别吧 我觉得一个月一千块钱的话 就很难 覆盖我整个的一些 生活的支出什么的 如果两人的消费观 消费差距有点大的话 不知道如果以后 真的在一块的话 会不会也限制我的消费 然后影响说我们两个整体的观念 现在你之前一网有什么情感激进吗 我之前有一网 一年多 然后女孩都挺不错的 当时都改思评嘛 那个时候刚毕业 然后考编 考到双阳去了 就觉得这个距离可能是有点问题 有点远 当时就我主动就跟他说 他说的 不太可以 那你对这个和父母一起住有啥看法吗 他俩是常来 那就去买房 那是住房 那肯定不能一起住 就是短期的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能长期的话 还是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的空间 那如果我的父母 就是来长春的话 那短短的住一个人 也是能接受吗 我那个房子吧 是凡事 就是你父母也来 我父母也来 包括家咱俩 就是一会儿 一个屋也能住开 咋说呢 我还是比较欢迎 比想象中的话 还是健谈一些的 然后沟通起来也挺顺畅的 叔叔好 好 我希望找一个事 是我的观点 找一个事对我姑娘要好的 当然首先三观正 然后咱就说有社会正能量 希望找一个这个 像你这样 我感觉出印象 就是这个就多点少点吧 我还不是太在意 为什么 因为咱们家不是那么困难 对 这是我 你要问你吧 就是我除了我住的 我还有那个房子 这都是小事 包括你买那个街道 我现在开那个十年前的车 也是速腾 当时提车 十八九万 今年二十八 对 这都是小事 一个车 他说我问你们要签着成功的 我不是也要给我姑娘买个好点的车 但有些女生吧 我总担心 她出去咳咳咽咽的 她就在北京市民也没开车 所以现在比较生熟 所以我就说啥意思 就是感觉就是丑的 印象 就说演员在后面 我在后面 比较预可 原本我们还很担心 内向不善言谈的男嘉宾和文静 稍许内向的女嘉宾 单独了解环节 会不会冷场呢 双方能不能有共同话题 又会不会默契匹配呢 但从现场气氛来看 男女嘉宾的状态 还是比较轻松的 也从初见面的紧张渐入佳境 共进午餐的时候 两人还继续了解了工作 生活 观念 都想尽快地判断对方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那个有缘人 女嘉宾坦言 两个人除了性格都有些内向 消费观达不成一致以外 自己对男嘉宾 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印象 所以也愿意继续接下来 灵魂拷问环节 看看是否可以合拍 那接下来就到了灵魂拷问的时间了 因为在你们的交谈当中 可以感受到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分歧 就比如说 我们倩倩觉得自己呢 比较内向 而且它不是那种素热性 而我们的春阳呢 也不是那种 就特别马上能够燃爆 这个现场的这种性格 它有一种担忧 如果说以后 真的走到一起的话 那两个人都不直升 都不说话 这个局面怎么打开 这种担忧 春阳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担忧呢 正是我 感觉挺好的一个点 我感觉两个人 顺时无声 顺又顺 对 可是两个人性格 如果差不多的话吧 面对同样的问题 会有同样的看法 那现在你觉得 两个人的性格 可能是都是比较慢热的 对于在一起相处 会有障碍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吧 就比如说两个人 可能就得有一个 更主动一点的 其实我有一个 比较担忧的点吧 因为我比较深内向 我喜欢别人 就是更主动一点 但是看那个男嘉宾的话 他可能这一方面 他也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从刚才你们聊天当中 还可以感受到 对于消费观这块 你们两个 还有一点点的不同 春阳呢 是比较节俭 而且呢 花销呢 也没有那么大 每月基本控制在 一千多块钱 是吧 这个欠欠可能觉得 太少了 反正我好像做不太到 做不太到是吧 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去支配自己的 这个经济状况 对 是的 如果说 可能走到一起的话 你会因为自己 常年的节俭习惯 限制对方的花销吗 这种情况 我想也是得分点情况 但是我感觉 花多少钱都 都没事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吧 你想花多少 就花多少 这是我都 我都不在乎 如果是 自己工资不够 然后还去 还去借 还是这样 那你就要有一个 正当的一个理由了 如果是理由 也不太正当的话 那我肯定要有限制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呢 应该有一个 存钱的计划 可能是说 一个月 一人存一千 或者一人存两千 你是一个比较 善于规划的人 欠欠是这样的吗 还好吧 花之前都会先 把自己这个月 要存的给留起来 也是有规划的 那这一点 你俩还比较一致的 你们现在的年龄 也不是少男少女了 所以说对于婚姻 肯定有自己的 这种期待 那你们心目当中 理想的婚姻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两个人 应该就有共同语言 然后能相互扶持 然后如果遇到 什么问题 可以互相帮忙开解 然后两人一起 搀扶着 过下去吧 就是携手并肩 共创美好 差不多 春阳呢 我想跟千年也差不多太多 有没有些补充呢 然后补充一点 就是一个是为了 两个人生活 然后以后可能 还要有娃 可能还要有双亲 是不是是个 双王的老人 包括要是 还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包括也是养娃 或者养那个 双王老人 善养 都是该做到的 就都做到吧 你是很有责任和担当 也愿意呢 和对方一起去分享 刚刚呢 我们的两位嘉宾 谈了一些生活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我相信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增进了 对彼此的了解 就是不知道 在接下来 有缘人抉择这个环节当中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 有缘人抉择这个环节呢 就来点特别的 因为我们的拍摄场地呢 距离南湖公园比较近 所以呢 我们就把最后的这个环节 转移到南湖公园的 冰雪乐园 也让他们在路上 再好好地思考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长春南湖公园的 冰雪乐园最高的滑梯的起点 那也到了我们 揭晓谜底的时刻了 那么在最终的选择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如果他们同意继续交往 将分别拿着雪圈 从这里滑下去 奔爱出发 勇往直前 如果他们想继续等待 属于自己的姻缘 那么就保持原地不渡 接下来就到了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他们会做出 怎么样的选择呢 我先问问我们的春阳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千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不约而走 为爱奔赴 爱的旅程你们开始起步 那也希望你们一路风平一路 收获美好在一起的 恭喜两位开始自己幸福的旅程 那在这里呢 也告诉两位节目组 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惊喜 首先送给我们倩倩的 希望你青春永祝 这个是送给春阳的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份特殊的大礼 就是节目组为你们送上的 价值一半八千八倍八的大礼包 嘉宾伴手礼 由某品牌提供美妆产品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额外获赠价值一万八千八百元 家电大礼包权益卡 男女双方一年内 持有结婚登记证书后 才有权将此权益卡 进行实务兑现 我们也感谢这个 节目演示频道 咱俩呢 咱俩 再多多基础 多多聊姐妹 对 加油 不想再单身了 不想再单身了 那就来爱在吉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梭